男人给女人提了提衣服 却被女人一把拽回 女人解开她的衣服 然后 男人是个杀手 任务目标是修车工宋老二 他鬼鬼祟祟 缓缓靠近 他看着眼前的修理工 正打算对比照片 却发现照片不见了 他眼神不好 只能小心关桥 却吓了男人一跳 凤哥问他是不是宋老二 男人没有回答 见他没有否认 凤哥便借口车坏在路上 请男人去修车 可男人却张口拒绝 你秃一下 不差钱 男人见钱眼开 家家一千不说 还弄脏了凤哥的裤子 男人见状喜笑出声 并没有一丝抱歉的样子 眼见荒山野岭四下无人 凤哥便借口放水 叫男人停了车 见凤哥捡起匕首 男人有些惊慌 好在这毕竟是公路 并不是杀人的最佳场所 凤哥谎称是买来用来辟邪的 男人这才放心了许多 动手之前 凤哥将西服脱下 放在了摩托上 男人还贴心的固定了一下 生怕被风刮跑 既然男人要死 凤哥也不再说谎 以前可东北的时候 我跟我哥们抢过玉琴店 你在哪儿呢 去的老门的 把练脑坤的伊龙妈飘起来一半 男人不知自己将死 还一同笑意气 我跟我那哥们 效果之后 凤哥叹了一口气 如果当时那老板 卖的不是假链子 他也不可能杀人 所以他这辈子最恨奸商 捅完一刀 风哥还在安静地讲故事 男人只能慌忙逃跑 可是他根本跑不掉 风哥警惕地看着周围 确定没有人后 将男人一脚干倒 然后一刀结束了男人的生命 在一切结束之后 男人给尸体拍了照 就来到河边倾施刀具 突然响起的歌声惊动了风哥 眼见来人 他急忙躲了起来 好在黄毛并没有走过来 而是走上了公路 他见四下无人 便骑走了男人的模特 这正如了风哥的愿 可他却猛然发现 自己的西服还在摩托上 黄毛小贼哪会停下 一脚油门就彻底跑远 虽说留下了证据 可任务已经完成 他找到村长领取报酬 村长看到照片以后 好像有一丝不忍 可谁叫松老二死活不前分 挡了他们的财路 拿上三十万现金 风哥头也不回地走了 收完了钱 最要紧的就是把衣服找回来 他盯上路人的摩托 就在路人还在对角的时候 风哥已经骑上了他的车 戴好了头盔 他顺着上午的路追了过去 私下查找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村庄 而巧就巧在 黄毛住在这里 但是摩托的后座上 已经没有了他的西装 他从白天找到晚上 最后不得不放弃 寻找返回城里 而杀人现场 已经围满了人 他返回工作的夜总会 想要带女友跑路 可当他推开房门 却发现女友在与自己的故主 拨戈 对方一看就来者不善 心里不一定憋得什么坏 果然村长上来就是一脚 大喊着废物白痴 杀错人了 其实动手的时候 风哥心里就有一些不确定 只不过侥幸心里作祟 这才犯下了大错 看着似笑非笑的老板 风哥马上表了他 过去过去有啥大不了 对不对 我谈不论我来送你的 你再给我三年时间 我保证我长一个正装 我给你料是行不行 表完态 风哥拉起自己的女人 就要离开这 当还没走出门 就被老板喊住 钱拿走 老子还查叫姬氏兰的 拿走 男人打出一巴掌 风哥直接被打懵了 你忘了 你忘了 原来风哥杀人之后 姨父被人抢走 而那姨父上 不单有任务目标 还有银行存折 村长担心 对方一旦报警 就什么都完了 拿苦刀子去吧 我都说他偷的 他脑筋把不得报警啊 风哥保证 两天之内 一定将姨父找回 不单会杀掉目标宋老二 也会干掉黄毛这个隐患 他找到黄毛的女友 却发现宋老二也在这里 他躲在门后不敢出声 却在女孩离开之后 跑到阳台上 抱起一个石吨 等宋老二路过时 狠狠往下一扔 可惜并没有郑重目标 宋老二只受了些轻赏 继续追击的时候 他却与黄毛撞到了一起 为了防止出错 他拿出照片仔细比对 确定不会再出错 他环顾四周 发现了一个米线垫 在填饱肚子的同时 也可以监视黄毛的动静 米线上桌之后 黄毛就突然出现 他光顾着看着黄毛 不小心烫到了嘴 索性就不吃了 直接追了上去 黄毛上了大客车 凤哥也紧随其后 刚开始 凤哥还能一直盯着黄毛 可看着看着 他就受到邻座的影响 睡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黄毛已经不见 凤哥赶忙去问 司机却说黄毛已经下车了 不吃打吗 哎呀 他爹死的了 凤哥返回查看 想到罪魁祸首 他上去就是两个大逼倒 历经磨难 他又回到城里 还是那个米线垫 还是那碗米线 还是那些调料 还是发现黄毛后的烫嘴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 他直接一下赶翻了黄毛 凤哥拽起黄毛 走向一旁拉脚的男人 过来 读一报 他将黄毛带到了码头 并威胁拉脚的 一个小时不许报警 读一读 滚 凤哥急于找到西服 可无论他怎么逼问 黄毛都没有招供 脚盘飞速旋转 黄毛被淹进了水里 就在他要断气的时候 凤哥听到了铃声 果然是黄毛的手机 而电话那头 正是拿了西服的宋老二 原来因为宋老二和猫哥吵过架 他为了摆脱嫌疑 所以一直在自己调查 宋老二认识猫哥的魔头 这才在黄毛手里拿到了西服 以及口袋里那张他的照片 他马上就意识到 自己给猫哥的死背了锅 身为五星杀手的凤哥 却被双手绑住的黄毛 撞断了鼻子 撞碎了眼镜 凤哥马上提刀来剑 一棒刺下去 凤哥自己摔了跟头 黄毛被卡住了脚 而凤哥则被卡住了头 他好不容易拔出脑袋 却又被暗器所伤 等他爬上来时 黄毛早已经跳江逃走 另一边 宋老二已经找到了公主 面对证据 村长正要狡辩 宋老二的电话响了起来 原来是凤哥保驾了他的儿子 都说张义的戏 没有一步不是绝的 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 到最新的电影《一秒钟》 就连吴京都嘲讽他 说张义的演艺生涯 逢戏必绝 这波 凤哥一瘸一拐地下了船 继续自己的杀戮旅途 他绑架了目标的儿子 当宋老二开车赶到时 凤哥淡定地戴上眼镜 可没想到 宋老二竟然戴了猎枪 凤哥赶紧拔刀 宋老二返回车上 将村长扔了下来 双方缓步向前 都以人质威胁对方 村长不住点头 却说不出话来 这可吓坏了众人 村长没有口塞 便大吼着让凤哥放人 见儿子回来 送老二缓缓后退 赶紧让儿子上车逃跑 村长转过身 凤哥割断了他的绳子 然后上来就是个大逼的 凤哥都蒙了 瞬间怒火中烧 可还没等撒火 村长就揪住了他断掉的鼻子 我们一起来感受下 凤哥的猪叫 村长脖子飙雪 就这样死在了凤哥手里 凤哥没有悲伤 转身朝父子二人走来 可关键时候汽车就打不着火 凤哥走上前来 观摩了一会儿 这才两出利刃 二人纠缠的时候 孩子将枪亮了出来 松老二眼见事情不妙 赶紧开车逃跑 难料到凤哥并没有被击中 他又站了起来 对无形杀手来说 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他骑着摩托紧追不舍 两辆车开始在公路上追逐 松老二只顾看着后面 险些与前车相撞 急转方向盘 却直接翻到了沟里 凤哥见状也没有下山查看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带着女友离开这里 在给女友打电话时 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周围的人一直在盯着他 可他哪儿还跑得掉 瞬间就被警察包围 他投降了 要是说说几句话 他盖大大机会 这位就把他监上给吭了 买个房 立正花园 立正大麻烦就这么一张周围的人 说一楼送花园 送他把他一进去就一堆大水管的 监上好酸 呃 抢个金钓儿 姐妹这帮孙女跟着 我跟我哥们儿 咱俩 黑丝外 大喊到我 最好唱的 走 走 走 至此全片结束 最让我意外的是 后去查看资料才发现 这部电影竟然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这个蠢贼也是真实存在的一名罪犯 只能说鸟大了 什么林子都有